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教大家如何不用买种子来种冬瓜 这个是今天从超市里面买回来的冬瓜 然后把它挖下来 这里你看 这里竟然长了一颗出来 我也没有留意 所以证明这个冬瓜的话就根本不用买种子 就直接在超市里面买回来 要把这个就是你看一下 颜色深一点的那个种子 直接把它挤下来 然后放到营养杯里面 因为北浅州这边的那个天气晚上就相对说温度低一点 所以一样杯把它发好 然后晚上的时候用那个薄膜把它盖起来 这样子的话取到保暖作用还是吹牙作用 这样子的话就很快很快是不是 大概两个星期的话就可以栽种到地下面去了 好 现在开始如何种到营养杯里面 准备好营养杯装上自己制作的营养土 我们取拿种子的时候 取这个颜色深一点的 你看它已经已经发芽来了 竟然已经发芽来了 我都没有留意到 你看 竟然已经发芽来了 好夸张 所以春天到来的话就是万物复苏万物生长 就是这个原理了 你看这一棵就是最夸张的 你看已经长了一棵出来 所以这棵你看这棵我拔出来的 所以跟大家说不要那个颜色深一点的 你看它已经在里面我买的时候冬瓜的时候 它已经发芽来了 看根本都不用说我们用那个吹芽怎么用去吹 不用说用剪子去把这个口一剪一小部分 就怕它就是长势没有那么快 我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这样子的话直接将这个 将这个你看看 这冒出芽是根细来的 这样子 这样子 跟大家说一下 一样背哈 把这个种子这样子 往下 往下 这样子 不要这样往上 因为它这个是芽的根细来的 你这样子 那时候叶子就在这个顶端这边抱出来的 这样放下去 就这样子 这样就好了 基本上 磕磕 基本上你看 都有冒芽来了 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你看 一颗 一个营养杯里面 一个营养杯里面 放三颗就可以了 这时候看哪一颗漂亮的 就选哪一颗 看都放芽了 你看 在哪一颗 这一颗 好夸张 这冬瓜里面已经 讲那么长的一颗苗 因为我买的时候 我不是买一整颗 所以买 它分开四边 这样子 我就随便拿一边 它是用那个塑料袋装起来的 你看 这个 你看这根系 好发达 我试一下种下去 这也不是可不可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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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里面已经 在这里面 他已经有牙点了 已经有牙点了 这边看 看 根本的不用说 用食品 用食物带子 用厨房室来 吹牙 直接就可以 可以 像在营养杯里面 这颗更夸张 看清楚 更夸张这个 这个就是种子的力量 不管他 油和坚硬的可 坚硬的土 一样生根发芽 新鲜到新鲜买回来的 新鲜买回来的 新鲜买回来的 这些鲜买回来的 新鲜买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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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买回 新鲜买回来的 原性很夸张 新鲜买回来的 好 这个应该一个多星期的话就会长得很高的了 真的太方便了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大功告成 期待 他到时候长出来 我再给大家录视频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和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